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林卓水表示 党内普遍有让蔡英文再选一次的氛围 林卓水说党内普遍有让蔡英文再选一次的氛围 未来接任党主席者若终生代还没有准备好接班 党内天王想要回国接党主席应该明摆宣誓 不会参选2016并带领民进党持续转型 林卓水也提到要挑战2016一定要正视三大问题 一是两岸政策对FR的态度究竟为何 二是对贬功过全盘检讨 三是社会福利产业政策与财税之间如何衔接 都是重要的议题 他这个论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先让国人朋友再回顾一下蔡英文这一场2012总统大选 非典型选战是不是凝聚了前所谓的民进党的士气呢 而林卓水这个言论当中是不是延距所谓的609万张选票的动能呢 我们透过这支MV坚持度一起的再来回顾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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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最沒有朋友的就是他 他最沒有朋友 所以他現在急著趕快交朋友 來 六川來安排節目 我有發聲 我有聽你們講 之後他也看到馬英Q動算 最重要的後刻是北京 所以不 我要去喔 密密密 他在補強他墜落的兩塊 希望在2016的時候他可以分數加高 他就注意之北 那對創意文來說他只差最後一里路 那最後一里路他要怎麼樣來補強 基層的組織 比方像何博文 何博文我們大家的好朋友 我知道他算得負責綠綠綠 早上七 六點小的還配起承 他老婆說 選完了呢 你那麼早起來幹什麼 習慣了啊 反射動作 那曉不曉得不去菜市場摸走一下好嗎 那他現在真的 早上嘉楊兄 沒有做功夫 不知道要念香的感覺 一個功績典禮 從最大的排到最小 習慣是這樣子的 那我不是說民意代表比較大啦 他會按照那個頭銜來排 那你真的坐得了 坐到買了 都已經介紹完了 那你還沒走 不過主意念香 主意念香就是不介紹的 自己去拿個箱這樣弄一弄 那何博文現在變成這樣身份啊 我是以他為例子 那蔡主席應該怎麼做 蔡主席現在其實 他的累積的資金 資源 聲望 有一定的位置 所以他這時候適當的 請他的秘書群伸出援手 說短缺的部分 我們來幫忙 你少年假替民眾打工三 不要讓你負責 也不能讓你賺錢 不要讓你負責 你欠頭銜 我想辦法找個頭銜 讓你有個身份 這時候在淡水這一塊 就有人幫他顧了 那這樣的人很多啊 蔡益儀在嘉義啊 他也沒寒啊 他敢不敢去連票說 我是人權律師 我要保證白蝶不要亂啊 這就是說 你這時候適度的伸出援手 人會敢信在信在 這是蔡英文主席 現在可以做的這件事情 而且現在只有他能做 別人做就很怪 所以我有一天說 頭到小軍來問說 你們這些人要三百去參加民進黨 以前台灣就有一個黨叫國民黨 然後呢 被安排去參加什麼中國青年黨 那是富翁黨 會參加民進黨的人 其實都有個個性叫不信邪 不信邪的意思是 看到不對的事情 我就不相信 我跟你招不贏 第二個不信邪是 尤其中的共和 尤其中的官司 我就不是讓你負責 所以參加民進黨早期到現在 那個DNA裡面都有一股 不信邪的因子在裡面 所以呢 家庭主婦好不做 我早出來選舉 笑的 負責綠綠綠 其實這個東西都沒辦法 要甘願 甘願了 其實百姓看在心裡面 我們憑什麼讓十萬人托我一票 我憑什麼讓六萬人托我一票 我憑什麼讓六百零九萬人托我一票 因為我欣賞你的不信邪嘛 民眾就是這樣起來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次 看總統的數量 我們是輸了 可是你從所有的數據來看 民進黨都是進步成長 而進步成長的成果 就在林佳龍 林佳龍在這麼多人身上看到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說 沒辦法 你們贏不贏 我這人聽了很多口音這麼難口 我要把電視機頭上的你說 不要失敗主義 你如果相信沒辦法就應該輸 只有拚才會贏 剛剛那一首MV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心有同感的是說 他說堅持我們的路 堅持我們的夢 那是說路線是對的 其實是不是應該持續要堅持下去 真的是不要所謂的懷憂喪志 來 佳龍兄 所以現在是講 堅持對的總統候選 繼續堅持下去 再戰一次嗎 你認同這個羅尊鴨的言論嗎 包括當任的黨主席 他是不是又明擺宣誓 不參選2016 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說 我們都肯定跟感謝小英 在民進黨最困難把台灣帶起來 但是其實小英的考驗才剛開始 他再沒有黨主席跟總統候選人的職位跟光環 他能不能再創高峰 過去四年是十四兆英雄 那他被拱上這個位置 幾乎是綠營的人 甚至台灣很多的人 對他是無條件的支持 黨的制度在過去四年來 都是用特別條例處理 包括不分區的提名 包括很多區域的提名 賦予他無限的支持 但是他做到他應該做 但是選舉就是輸了 雖然選得漂亮但是輸 所以我認為每一個政治人物 都要謙虛先來檢討自己 包括小英主席 我相信他也一定會開始這個過程 另外第二個我認為說 小英可以做很多事情 除了幫忙這些 幫忙支持者 這一個撫慰人心 幫忙這些參選的人 重新站起來 包括國會的問政 二月一號就要開始 小英應該狹齊龐大的能量 包括知識的能量 怎麼樣集結學產官 透過他自己創造的平台 來幫助國會問政 現在就開始監督嘛 不要等四年後 所以我認為小英人民 對他期待這麼多 他能不能自己創造角色 這個就是一個領導人的領導力 是可以無中生有的 所以我說從實事造英雄 他現在要英雄造實事給我們看 我們對他無限的期待 但考驗才開始 至於說 羅釋亞的意見 我認為 其實民進黨最需要還是一個制度 我想因人設事 大家可以有那樣的自我期許 如果今天有一個要選主席 他說我就是四年後 我不選總統 我們給他拍拍手 可是這個主席勝任期兩年 兩年後還在再選 所以到底誰適合能夠團結大家 來讓民進黨能夠鞏固他的支持者 進而在改革之後再擴充 那這裡面很重要 任何個人再有英雄豪傑 如小英或四大天王 歷史證明 都戰書國民黨的選舉機器 所以我們必須有個認識 民進黨需要英雄 但民進黨不能只靠英雄 所以這個時候小英要回來設他的角色 這個未來的黨主席 包括代理黨主席 代理的人 你去主持選務 這不適合去選主席 這個我同意 可是五月選出來的黨主席 我就覺得社會最後還是會投射很多支持跟期待 你在這兩年把目標做好 把五都輔選 未來的七合一選舉 你讓人感覺到你的能量 你的戰功 那我相信你不選總統都很難 現在吃這碗在看那碗 讓人民感覺到在內鬥 傷人民的心 所以我認為說 未來的這一個黨主席 基本上我們呢 讓政治人物有最高的自我期許 他去表態可以 可是不要再用四年後 因為小英要選總統 這對小英也不好啦 對黨也不一定好 因為我是覺得說 民進黨是一個民主的政黨要制度化 我們太多權宜之計了 那今天天王們能不能脫胎換骨 有人搞不好老來 他也覺得他可以轉型啊 那麼年輕人能不能團結 跨越派系 跟天王過去的歷史恩怨 小英能不能在這裡面 創造一個更好的堂坑 他有這樣的一個高的選票 但沒有職位 能夠幫忙民進黨 再次的轉型之後 能夠來擴張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要好好先下來 小英要變老英 那麼我們黨內的檢討 大家實事求是 那麼真正的把這個敗選的原因 包括我想張國成教授 大家提的 哪一些是操支在別人的 我們因應不夠 比如說國民黨 一定會打九二共識牌嘛 我們的輔選幹部不能夠 駝鳥心態 認為說我只要台灣共識就好 我們的這一些組織蘇人 我們的文宣策略 最後呢 判斷失誤 我們的民調 整個最後啊 這是沖水吧 這些東西啊 我們關起我們來好好檢討 只有檢討得出我們敗 是操支在我們自己沒做好的 那大環境這個操支在別人 可是我認為說 只有徹底的檢討 改革 再改革 不斷的改革 台灣人民才會在2016給我們機會 來 鄭農雄 你怎麼看羅尊雄今天出現這個言論 佳農雄剛剛一席話是很值得重視的一個談話 蔡英文再怎麼漂亮都落選啊 那落選跟很多落選的立委差不多 就是你落選之後你要怎麼經營 我看不外兩個模式 一個是林佳龍模式 一個是蕭美琴模式 小美琴當然在花蓮縣也敗得很漂亮啊 可是之後呢 設一個辦公室 設幾個服務員 在那邊 這個花蓮縣票不可能增長的 可是林佳龍成功了 因為他待七年 所以蔡英文 他當然不是這個立委的層次而已 他是一個 現在甚至於任何人去爭取這個黨主席的位置的話 這種威望還不如蔡英文 所以也就是這個能量 他必須要做很多的一些該做的事情 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包括你一直在講十年政綱啊 你怎麼這個十年政綱 你怎麼去配合這個民進黨這四十期的立委 你在立法院裡面 你至少可以有很多戰場可以做 然後這個 你不能說讓這些立委這樣子 各自這四十期的立委 還是像過去二十七席立委那樣子 開個記者會什麼去弄 你要提出你真正的有東西出來嘛 這個後面 蔡英文你的資金也好 你的這些 這些學術界 你的這些朋友 你可以有一個智庫 來支持民進黨的立委 另外一個 對於這些拼命在那邊 為了民進黨這邊打江山的 雖然他們落選了 你這些落選的 你就是不看這些落選的獲選人 你也要看那些支持的那些民眾 你怎麼樣 難道就把它丟在一邊 讓國民黨去給它吞大嗎 還是說你應該 是不是怎麼樣的 比如說 當選的立委 互相支援 還是怎麼樣 他們如果說落選的 這些獲選人 願意在地經營的話 怎麼樣去支持他們 其實可能是說一點點水而已 就可以讓他不必渴死 其實就是那樣的一個情況 至少你也有一點溫情 那這些東西都是 在蔡英文黨主席任內 大家站出來拚的 尤其像 像戴彥雪是被徵召的 像這種情況 你不能把它丟在那裡 像流浪國一樣 就把它弄掉了 所以我是覺得 蔡英文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現在不必談那麼遠 想說2016 誰要選總統 我想這個事情 談到也是 讓人家笑話 那你說 包括要求黨主席做宣誓 你也真為 大可不必 我覺得第一個 林中水是不是講 話只有那句話而已 還是說整個完整的話 是什麼樣 林中水很喜歡寫文章 我相信他可能會 再進一步的說明 好 我們休息一片刻 那麼開放扣印 聽聽你寶貴的意見 馬上回來